當然歐巴馬總統今天晚上 就要設宴招待來訪的主席習近平 不過與早上的行程相比 氣氛是輕鬆的許多 我們現在要連線在華府的 本台記者晨晨 要讓晨晨來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了 今天早上的行程 那麼今天晚上就是這個國夜 就談一談這兩國領導人 還有他們的夫人 今天晚上的服裝打扮 另外也請晨晨要告訴我們 究竟在晚宴當中 哪些的受邀來賓還有哪一些人呢 好 是的 主播 歐巴馬總統夫婦 為習近平主席夫婦所舉行的國宴 目前正在進行中 那大家最關心的話題 就是兩位這個國家元首 與兩位第一夫人的 著裝打扮是怎樣的 根據我們所得到的最新的畫面 今天習近平主席 穿的是一件黑色的中式正裝 那才在他左側的上衣口袋中 還放了一個非常有特色的 寶藍色的領巾 而非常有默契的是 第一夫人彭里元今天穿的 也是一件寶藍色的禮服 可以說主席夫婦形成了一個 情侶裝的搭配 而在美國方面 歐巴馬總統與第一夫人秘雪兒 也是情侶裝出場 其中歐巴馬總統穿的是 黑色的正裝 而第一夫人秘雪兒 則穿的是一件由華裔設計師 就是veryone設計的黑色的禮服 那兩位國家元首與兩位 第一夫人的穿著打扮 可以說是非常地大氣 也非常符合今天晚上國宴的氛圍 那與此同時 大家另外一個關注的話題 就是誰受邀參加了此次的國宴 那根據我現在手上得到的名單 共有200位嘉賓將參加今天的國宴 其中有很多我們熟悉的面孔 像是蘋果公司的執行長Tim Cook 還有臉書公司的執行長Zack Burke 都受邀參加 其中Zack Burke的夫人 還特意選擇了一件紅色的禮服出席 可以是為中國來的客人 做出了精心的準備 那關於此次國宴 因為目前正在進行中 那其他的相關的消息 在未來的新聞中 我們會仍然給你帶來 這個最新的跟蹤報導 主播 所以晨晨剛才你在訪問當中 也提到了有美國的學生說 看到第一夫人彭麗媛 非常地漂亮 我們剛才也畫面上看到了 第一夫人彭麗媛 這個打扮非常地慎重 所以其實我們來談一談 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 她這次也受到外界非常高的關注 那麼晨晨她今天的訪問行程 似乎也是非常地有趣 是的 主播 中國的第一夫人彭麗媛 今天與美國的第一夫人蜜雪兒 在結束了白宮的歡迎儀式之後 一起前往了位於華盛頓的國家動物園 去看望旅居美國在那裡生活的 來自中國的大熊貓美香 大家都知道美香在前不久 剛剛產下了一對大熊貓雙胞胎 雖然其中的一隻不幸夭折了 但另外一隻現在是非常地健康活潑 那這兩位第一夫人今天前往 動物園的一個重要的行程 就是為這隻新生的大熊貓命名 最終的名字被命名為貝貝 大家都知道兩年前同樣是美香 也產下了一隻大熊貓寶寶 當時通過網路徵集名字的方式 最後把這隻大熊貓命名為寶寶 那現在這個新的大熊貓也叫做貝貝 所以寶寶貝貝是非常好的寓意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命名方式 主播 好 這個看起來 當然這第一夫人 她也有非常有趣的一個行程 不過我們也知道 這次是習近平 她對美的首次的國事訪問 所以一直關注這一趟訪問的陳誠 現在可不可以讓你來告訴我們 這一次她的訪問 您的觀察是如何 而成果你又覺得怎麼樣呢 是的 主播 此次這個習近平主席的訪問 現在已經有兩站了 一次是在西雅圖 一站是在華府 那現在看來呢 雙方達成了很多經貿方面的成果 那與此同時呢 今天在這個兩國共同舉行的記者會上 都提到了這個網路安全的問題 可以說呢 這個網路安全問題的 這個兩國達成的協議 可以說是為未來兩國這個關係的發展呢 打下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那至於其他的成果呢 可能我們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這個觀察 才知道還有其他方面哪方面的成果 要進一步的達成 主播 好 謝謝陳誠來自於華府的連線報導 當然呢 習近平主席她明天會轉往紐約 並且要參加聯合國大會 預計在下週一要離開美國 相關的新聞我們都在往後的新聞時段當中 繼續帶您關心 燜 從 episode وس 這 teaspoon 簡